是你的强势棋 第二场 你看我现在说话 有没有台湾腔 过得到他的强势棋 怎么了吗 是这样吗 强势棋 强势棋 对对对对 强势棋 棋 对对对 就是这个是 发音年代 但其实说实话 台湾腔在大陆 超级受关 因为你看很多的那些综艺节目 有的没的都是会有的 而且你要看那个什么 《非诚勿扰》的话 台湾南家宾 他们的那个牵手几率是最高的 是吗 对 所以长谷老师可以 可惜我感受不到了 你跟我不是这么说的 啊 你不是一直很想去吗 说什么大陆的女生蛮好的 台湾女生 我们这种 三十来岁的台湾男的 在大陆很深欢迎 尤其我这种事业永远 对 想害人那就是 你又没有给毛嫂发微信 让他看 我没有 我没有毛嫂的信 然后你们让他看直播吗 那我们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对对对 你玩这个视频呢 我觉得你们这个 你们不懂 我夫妻之间的感情 不是你们这样就可以破坏 顶多回去呢 多跪两个小时 你们的感情破坏很容易的 就挑一天毛嫂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叫长毛出来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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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蛋 好简单 拿到牛头了 这个我觉得就唧唧了呀 韩光拿到牛头了 这游戏他不能放你知道吗 就真的不能放 对呀 所以现在有点罗刑 嗯 这个可能就你们就没玩 你不会感受到 他有多音吧 就我玩都没有感觉到多音吧 但他硬霸的点出现以后 我说不会吧 这是我打的吧 我跟你说 真的是只有感觉 昨天 昨天我已经做好了 被观众和队友喷的准备 但是 也被喷了半盘 被喷了半盘 但后半盘就什么 牛哥威武 这种话都来了 你知道吗 然后其实我真的很想说 是真的是牛哥威武 跟我们有关系 在民主这边很极致 拿两个击飞的 推人的英雄 牛头比推人 对 你要是过来的话 先把你推走 说实际上说 但团战还真不好出 对 因为你不一定 真的推得到牛头 还有更多更重要的角色 选你推走 而且你看过很多 像大树 老树大家也说 就把他推走就好了呀 然后我看过一个 就是一边阵容 有三个推 然后推不走一个老树 傻的 对没办法 就可能小炮自己推一下 因为他要被打死 对 他还要输出 而且如果你小炮开团 就把这个打招用掉的话 其实还有更多 对你有威胁的角色 你看他牛头之后 还接上了一个皇子 还有一个锤石 这边拿了好多反手 对 全是反手英雄 但是你得拿输出英雄 看看谁上单打牛头 而且你全都是反手英雄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你5v5的时候 你设计的很好 说我都帮你反掉 我没有问题 然后你比方说 三个抓一个或两个 抓一个或是 二打二的那种小型团的时候 发现你的技能不够多 你被对方抓 抓甲 是的 而且今天的话 大家注意 还会有我们的订阅活动 感觉是叹零号 起好了 对 就是今天的话 大家点击我们 那个房间上面的订阅 我的房间 长旺的房间 米勒的房间 包括我们的官方房间 一共会抽出五名一万点卷 对大家要注意 观看我们的直播 要点击我们的订阅 对吧 每周腾送三大家 与你相约在这里 相约 1995 又1995 刺激1995 关键我告诉你 这只是他们的翻译的 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 取个例子 比如说变迹运动 变运动叫什么 你们管秦天柱叫什么 秦天柱 这个是跟香港翻译的 叫柯博文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要问我 你以为台湾人 就会知道为什么 变形金刚叫什么 就变形金刚呀 还能叫什么 我以为你们会叫他什么 无敌大金刚 复仇者联盟 你们叫什么 这叫复仇者 那那个 美国队长叫什么 美国队长 还能叫什么 这可以叫金刚狼 金刚狼 可以呀 可以呀 我觉得文化差异 就是这个 大家互相嘲笑 比方说呢 台湾那边很喜欢嘲笑的一个叫什么 我想想 你讨论我们吃茶叶蛋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那是有一个人特别傻 就有一个名嘴特别傻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 节目里面说 大部分人很强的 大部分人吃不起茶叶蛋 然后我们所有台湾人 就大部分台湾人都觉得他是个傻 对 这个是实话的 大家不要去 就是因为一些小的视频去抹杀大部分的人 这个是实话 你你说那个刺激就只有我的事情 我想到台湾那边特别喜欢讲那个 因为不是有一个灾难片叫 明天过后 你们叫后天 啊后天 对对对 后天是什么概念 就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确实是后天 但明天过后就有那种对未来惶惶不安的感觉 就极限出来 但后天是怎么样 后天星期三啊 后天也有啊 后天可以啊 后天就还可以 你知道后这个词吗 啊 后天 后 感受到了没有 空虎 果然是养的好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文化差异的东西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挺挺好 就是是这样的 大家很多的观众 包括在我们直播房间里面会有一些地狱的攻击 其实是特别不好 那个在之前的我的直播里面是给大家分析过几个东西 为什么会有比如说北方和南方的地狱差异 哎 就是文化差异 对 就是我们只不过很多 就好像你同时养猫和狗是一样的 啊 为什么猫狗不同家 你知道吗 因为猫这样的弄是要跟你玩 嗯 狗这样是要打 猫尾巴竖起来是示好 狗是要进攻 这是文化差异 你养过狗啊 我家三条藏壕 不是狗 他那个尾巴尾巴 我们家狗其实尾巴也经常竖起来 但是他会来回摆动 如果竖起来不摆动 嗯 那是进攻 对对 猫是示好 所以说这个文化差异 包括很多的 就比如说什么上海人看不起北京人 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 这都是中国非常正常的概念 其实 哦 开始了 全世界哪里都不平衡 对 大家互相看不起 任何地方都是 对 对 好 看一下他怎么带的啊 AD 带的是AD 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 嗯 贼流行 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就AD然后出三项电刀 嗯 他W加平A那一下伤害超高 顶一下你就不敢打 打他那时候你会顶一下飞出去 然后接下来不敢打 他走 我们算一下吧 他W你主W的话 可能没有AP加成 至少能打你个200血吧 对不对 200血 然后再加上你AD的耀光的那下伤害 再加上电刀那下伤害 就混合伤害 五六百总归有的 其实有些人问 这个老牛为什么不出AP装 他是一个AP英雄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的AP技能相当有限 他就是二连打一套 所以他如果出AP装的话 他在那七秒钟做不出足够多的输出 没错 但你要出AD装的话就不一样了 而且还没有持续伤害 非常缺持续伤害 他的那个被动的持续伤害太难打出来 那是这样的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牛头的大招开了以后 有大幅度的减伤 但是很 很少人知道他会加大部分的AD 加好多AD啊 一级加多少你知道吗 5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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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0 80是吗 不是 90好像最后 最后是90 最后好像90 对 我记得 三级的时候 而且他7秒的70减伤 这个的话就今天我们吃饭之后还在说 就我用用了几盘下来就觉得现在牛头上单 他是一个蛮王 他是一个有7秒大招的蛮王 嗯 这就感觉很凶 而且我觉得我是觉得牛头特别克制 泽拉斯这种英雄 泽拉斯 对 既然好像是你问我的吧 我老婆问我的 说牛头那你怎么切后排啊 走过去咯 走过去咯 走过去 这句话就特别骚你知道吗 你怎么叫呗 走过去啊 忽然呗 他还有几股本来是一个卫一技能 W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石头人的迷一版大招 WQ 这边汉弓又是拿了一个大嘴中单 嗯 这种好潮啊 对 这样的话对前排的要求还是蛮高的这个阵容 按下牛头这里的话应该打九筒会带一些磨炕 会稍微带一些磨炕 看一下他的磨炕直我的天哪 三十五 三十五 还好 而且他这里的话一一级可以用W耗血的 其实 那出门装的话也是就是磨瓶家伙 因为牛头初七不是强势机 对的啊 就是我一我一开始还以为牛头初七强势性 没有吧 每一把上来就一级跟人家干 对 被人家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这个 前期的时候一点伤害打不出来的 那个被动几乎你可以当做不存在 一等级就行 他的强势期间是到达六级以后 有大招的那一瞬间 下路的地方 呜 叛攻下路打的好凶啊 对 先到二 先凶你一下 啊 这个下路RV2的话 小方那边还真的不好打 两边打野的话都是从下方起手 电竞李白捞逼娃 激情咆哮米腰花 长毛总想撸一发 教练预测 渣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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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我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这个长毛总想撸一发也是 切合了我今天一直在撸馆上面徘徊的 对对 这个观众很有才 非常非常有才 台湾也叫撸啊 其实不叫 应该是大陆吧 不叫 应该是大陆 这个肯定是大陆 不过呃 打飞机这个说法倒是有传进来的 就从香港那边传进去 那你们那边叫什么 打手枪 打手枪 一定要讨论这么这么 那什么的问题吗 大家想听啊 我帮大家问一下 哦 总经打那这个6666 打了一发 射得他满里 对 这九筒有点惨 九筒直接被 防御他 咬过去了 哎可以啊 这刚才拍了一下 有有有收到那个 补高 我觉得还蛮惊讶 就攻击力比我想的高分 哦很高很高 他没有 他在没有带任何攻击装出门的时候 他有77的攻击 对对对 再加上等级提升 因为近战英雄 每级升级是加两点的攻击力 要加五点的攻击力 啊 是五点吧 我记得 不太清楚 还没给这边 盲森 堆一下 你就 你就这样 好吧 这谁有研究啊 每个人的成长应该都不一样的吧 对 每个英雄不太一样 有些许的不同 主要体胸在那个血量和护甲上 但是英雄联盟里面不太有人关心这种东西啊 谁要把每个英雄的成长背传那就厉害了 我成长生命啊成长攻速啊 我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下路 啊 这个E很漂亮 但是盲森来了 这个盾牌好硬 来勾到了 带回来 往后W再加一个闪现 但这个闪现的话只是保命而已 因为不具备任何继续打的一个前进 上路规划 这个想下路想要打反打回一些优势根本没有打出来 对 上楼换工这个牛鸭子不错啊 已经买九層的恢复打了 勾到了 刚才常被吵了 哎呦呦 666 刷下来 这个E可以的 嗯 这可以啊 汉弓这个狐狐 对 那这样下路的优势应该短期内是可以确立的 两波打下来 我估计迷底也心理也很虚 下路不敢再打 大嘴火压 先把女神类做出来 发育性中单吧 嗯 大嘴的英雄 这中单不是那么看好 你说发育周期有点长 单刀后期很猛就对了 对 他需要大胜杯加智天使两个装备才有一定的战斗力 越到后期越猛 我这 哦呦 下路哦 盲僧又过来了 盲僧就角度Q得到的 可以的 Q到了 上去 开一下 往后一夜 小炮跳过来一个减速 打出被动了要 哎呀这里感觉要反差 有没有机会 再加一下平A 没有A出来 闪现金塔 这个闪亮很漂亮 这个小炮操作 这个飞机操作很漂亮 操作很漂亮 他还把你这个盲僧往后拉一下 盲僧的闪现直接逼掉了 对 随时的点燃快好了 黄子又走过来 这一波很有机会 两个一起往上 千万别的往上走啦 盲僧会死了 这个黄子还有闪现 可以啊 小炮的位置 我觉得应该可以死一个 布龙是没有闪现的 不行 哎呀 他能不戳布龙啊 我觉得刚才黄子EQ加一个闪 直接把布龙戳起来 又必死了呀 我是觉得他有点省技能了 因为其实对面打野 已经没有闪现了 这一波完全可以用闪现 来建立优势嘛 对 因为那个AD已经杀不了了 AD还有W加一个闪现 如果黄子EQ加闪 就回事 这周的LPL比赛 才看到有职业选手 都会连续失败两次 他是闪闪现加EQ 还是EQ加闪 EQ加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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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加闪只有KAMI才可以用 只有他才用得出来 他这真的是比赛里面 用的成功几率很高的一个 对 他基本上都成功了 我就突然性是有 但那个东西操作的成功率 如果拉不上来的话 不太是在实战上面 突然使出来 失败很糟 但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也是 大家操作越来越上一个DUNS 所以会比较好 对 那个其实就是R加闪 就是那个盲僧的R加闪 差不多 对 就是说看起来很花烧 但是实际意义的话不是很大 还很容易失败 但现在盲僧的R加闪 感觉就是 好像E比原来大多了 原来就是炫 但现在的话 因为很多人会用闪现 躲你的闪现R 所以你从正面追上去的时候 R加闪不好闪 就躲不掉 这边还吃了个石头人 下路到了双五 一般来说的话 看到职业选手 他就在等你闪现踢他 所以他反应会很快 对 他有心里有预期 但你先踢他的话 他通常反应不过来 这个 这个Media 哇 这个Media 这个Media 完了完了 死了 这一波很漂亮 但是感觉飞机这里 还是比较硬的 对 杀不掉 还有一个灯笼 这一波很漂亮 下路直接是2v2的情况 就才拿到人头了 其实这一盘好亮 他已经无数次的用这个异性能做出一些很精彩的操作了 旁边的花蝴蝶 已经能收一下兵 如果补刀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优势 上面老牛倒是混得不错 我先出了个耀光 先做三项 看见他偷打红 要过去抢接一八 没有视野 六级打五级 很有机会 这盲森好像还没反应过来 要直接秒了 他配合大队一把 哇 摸过去了 这个跳得好远 可以可以 这个 这皇子真的好省啊 你发现了 对的 有点小 如果是我的话 直接闪现过去跟 对我 不闪现完以后的位置有点深就是 虽然不危险 不过 可能他不太清楚 比方说上路在哪 中路在哪 一瞬间他搞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太深 没有 没有什么这么多的吧 这波小炮跳过来 小炮啊 养殖龙 这波漂亮 一加闪现 大招 点燃能不能烫死 可以 还是想烫死 老牛过来稍微有点晚啊 但是 哎呀 被小炮给跳走了 那的话老牛这波支援 自己要危险了 大招已经没有了 身上有闪现 感觉可以不用交了 就逼死了 对 这波巨龟 死了三个人 一个没杀掉 而且龙也要丢了 这波有点迷幻 黄子又不知道在干嘛 感觉这把黄子有点 神游 神游 神游太虚 真的是 这 我就想着这波支援的碗 对方太多了 然后人先被打掉以后 传送又没有取消 多送一头 对 刚才的话确实这波处理 有第二条小龙 那迷迪出息优势有点大 迷迪很聪明 他们还没开的时候 就已经让酒桶先上了 所以酒桶来 传送到位以后 直接开 而且汉弓这个阵容 现在也打不过 这个阵容比较偏 就中路的话 现在战斗力很弱 对 要往后打 这个阵容后期还可以 对 而且现在老牛的话 他支援能力 肯定是不如酒桶的 酒桶的爆炸伤害 打一套就 一瞬间就能打死 老牛的装备还没出起来 是没有伤害力的 不过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在有那个什么的时候 在有那个牛头大招的时候 三个人为了他打了半天 结果没掉什么血 我以他们的曲线来说的话 现在战斗力都很差 上路跟下路都需要三项 目前为止都是一把耀光 你说这上去打有任何道理吗 又没有 酒桶根本不摔老牛 不过老牛这个Q之后 走位躲掉酒桶的Q 还可以被炸进塔下 反正一个W顶在墙上 有大招吗 再拖大招 大招马上就好 好了 瞬间好了大招 刚才这一套的操作 都是为了拖这个大招的时间 而且这个5级盲森 想先打九头 看到没有 打不掉血 他那个大招就差一点点 他闪现 然后这边勾到 但是感觉差不掉 很危急 不容有点硬 打一套 还完全只顶线 想把被动打在飞机上面 没有能够打出来 不容没有大招 所以这边的话 是想欺负他一波 但两边的辅助都没有大招的 主达斯要来了 哦漂亮 想这里的黄子的盾 来要进去 直接盖大招 看这一套东西来 闪现走过 有大不留 拉斯 这一波黄子的持人 还是不错 拉斯也要闪 黄子闪现用了吗 不爱用 不办吗 就不太爱用闪现 又不会生利息这是 对啊 你说你存着 到后面给你两个闪现 呵呵 那就有意义 给你个大闪现 加一个小闪现 也是回事 F见一扣 反正人家用的是D呢 我专门看看谁F 现在老牛没有大招的话 还是要果人点来 老牛太依赖大招了 所以在中后期的话 还是要出一些 检测器装备 顶来顶去的 不让你补车也很烦 下边的话很难推 小炮已经来到线上了 中路大嘴的补刀倒是还蛮多的 主要泽拉斯也没办法 给大嘴太多威胁 哇 这波想想蹲一下下路 下路很阴影 想等你辅助回家 我在这阴影波 那小炮好像有察觉 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看看能蹲多久 假装回家演的太差了 能多蹲多久 先抓到了 我的天啊 看这个E技能看这个E技能 刷的早了一点 哎呀 差一点点 这波如果E再刷回来的话 小炮这局有阴影 是的 这个小炮 这个E还没 还没着急交 等了一下 等一下等还是救了自己 还蛮有价值 不然这个再被杀掉的话 下路劣势就太大了 火龙赶紧来线上 保一下自己的队友 而中栏 泽拉斯也在往下路走 但随时加飞机 应该要快回家了 想用Q技能加一个 R轻衍之兵 但是被挡下来了 很气愤 哦 王增加上 泽拉斯偷红 好 这波有机会啊 你就可以偷掉 偷了 来了有点慢 有了 大家要炸一下 这里是已经意识到的 对 叫人来了 因为他们视野看到 泽拉斯在往这野蛆走 哎 不过你说实话 好 就是我觉得刚才 长帮说的那个东西 如果真的实现了 还蛮有趣的 什么东西 就是你闪现如果一直不用的话 而中栏还出了那个 就可以升级 升利息 可以升级 就比如说你闪现 放越久 距离越长 对 就可以最 比如说最高可以长三级这样 就可能会出现很多战略性的东西 因为现在 以现在的机制来说的话 就是你越早用的人 其实 越转 越转啊 因为他用越多次啊 对 那你反正扣着一直没有用的人 如果万一你闪一次 他闪了两次 他多杀你一回 你拿兽的人 不过这个东西 肯定是不会做的 诶 卢头有大招 来得及放 对 如果刚才能够把皇子 EK的瞬间炸回去 会比较好 嗯 下路塔反而先被推 哎呦 哦哦哦哦哦 哎呦 刚好兵来了 对 要不是兵挡到了 这一下确实要买单 我这边九总交了个闪现 过来想阴皇子 还没阴到 把皇子的闪现逼出来 但是皇子反正一个 BQQ加R Q没爆出来 伤害不够 九总看WD挡一下伤害 但是这人头肯定是 被小 这个老牛拿到了 这一波九总的操作有点失误啊 对的 我没有看到正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他应该是闪 一加闪 然后WQR想秒皇子 但是被皇子给闪掉了 皇子注意力很集中 闪现了作用 对 闪现了 这对自己还不得不说 他要是刚才没闪 还死 一来一回的话 大嘴这里出了那个弹帽 就是危险 一个宝贝神流 但是弹帽出的有点晚 他不是第一件用出的 大家回家先做一个水滴 然后还做了一个小斗篷 模仿 对于刷野的英雄来说的话 就确实出个这东西性价比很高 主要这个东西他还有法术的一个吸血 基本上打野的话他是无伤 现在没有法术吸血 现在只有你打野才会有吸血 才吸血吸来 就是打野吗 对对对 就之前他是直接有10%的法术吸血 之前那个版本还要吗 但之前那个AP不会成长 这个版本他是AP成长怎么了 可以到80 他出来是60 你刷一个大型野怪加2 是这样的 你一看就很少出这个ROM 这ROM现在没人出啊 你说谁出呢 有时候打野的蜘蛛啊 或者说打野的AMMOVE 不会出 那次你打野AMMOVE不出了吗 记得吧 打野 打野AMMOVE不出 我也就只是 哎就干嘛 哎呀不要被吊起来了 这同时起来就很硬 一发RQ 哇 直接一发普攻带头 哇 这个三个人 很漂亮 直接盖黄在这边小炮 但是小炮往后W一下 没死 不过斯拉斯的输出位置很好 这个老牛WQ有点失误 没有把小炮杀掉 反而被推回来了 现在开始大招 用大招顶着 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张VT的话 是被九筒拿了个双杀 老牛的话大招已经没有了 这波老牛也是一个失误 这波我觉得黄子上的很漂亮 但后续没有人能跟上 而且那个WQ失误 我觉得很重 他如果能够把那个 小炮直接秒了 倒没什么问题 所以就是WQ这个东西 昨天打直播一个分钟在问 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线上去 很容易成功 最难的是戴定 哇哇哇哇 哎没人追 居然 有有有小炮 啊没勾到 我觉得这边真的好省啊 两边都很省 你看这边全都有闪现的 那个斯拉斯有闪现 他也不上来 反正就是一个远程输出嘛 小炮一个人上来收 然后跳的 这波又大转啊 迷迭 这波下来 主要是觉得汉宫自己的问题 他们 这个本来前面开的非常漂亮 但是后面没有延续 大家看刚才是不是 刚才是不是说了那什么 说的很对 就是这把还是迷迭胜率 胜率更大 嗯 因为通过上一把的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是明显感觉到 迷迭在初期的一些小的东西上面 确实做得还不错 关键中期 以这种比赛来说的话 中期一波团 就像刚才那样 迷之失败 就你觉得 汉宫应该要赢的 皇子开的绝妙 然后后面 嗯 迷之团灭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刚才那波团 其实第一波打得很漂亮 然后后面就比较难 就前一局 迷迭也是这样 迷之团灭 然后被汉宫打走的大龙 所以 看中期的团 这跟排位赛比较像 对 逆转来逆转去的事情很多 目前是已经赢了四五千块 还 还可以啊 可以的 呃 这下 手筒还难以 手筒还是比较简单 红buff又被抢了 飞机上来 哎呀这下是一无所决 哇哈 这个飞极限过强 然后布隆的一个大招丢歪了 还好还好 这一波成功的逃脱 要是死了就不得了 对 要死的话 又是被滚雪就滚起来了 然后顺势往中路一倒 大嘴就回响 现在正面要来上大嘴 不过塔升一半些 那看来大嘴要下 哇大嘴这里技能重了有点 感觉这个塔还被踢 好盲子让后没有踢到 小火先接 哎呀 这简直很关键 失败了 踢回来了踢回来了 踢回来了 但没人管这个大嘴 正面正面看一下 小炮的伤害很可观 飞机要死 王子先被瞄 飞机也被追死 上面的老牛在干嘛 他们没有机会用传送 对 哎呦 啊漂亮 等一下 这样的话有点大爆炸 刚才就第一波小龙那里已经崩 瞬间崩 我现在还可以拿下中二疼 这不过是有点强 我觉得中二拿大嘴是有点牵强 这段时间里面老牛也没有什么战争力 所以就一退再退 这高技都没了 一波了呀 就一波直接击 现在这一波打完以后就没有 你就没有机会 这个阵容 虽然这个阵容后期强 但是他现在没有 没有突到后期 大嘴我觉得拿得有点太后期了 对 因为老牛也算是一个有三项 或者说有装备才厉害的英雄 对 所以前期还是很难度 他想的很完美 我们阵容是这样 前期飞机好强的 中期老牛好强的 后期大嘴好强的 想的很好 结果老牛传到下路三个人一起买单 谜底说了一句 我们一直都挺强的 然后就打崩了 他那个老牛传到下路三个人一起买单 那波太惨了好吗 就是你把你前中期要支撑的点一起打崩了以后 你中期就没东西了 我这边过来还有一个真眼 再插一个 这个上路的外塔 等下还可以防守一下 久总现在状态很好 还有大招没 大招坏好 这个塔感觉推不掉 我觉得放弃 这四个人都很难推 现在汉弓相当尴尬 肯定要放弃这个塔 这个塔拿不掉的 而你就即便拿了大招 你出到这身装备的话 你前期真的很难打 他现在没什么伤害吗 他这个装备太偏发育了 三件都是发育装 你告诉我怎么玩 嗯 他现在连F4跟三浪都顾 对 因为中塔掉的太早 而且连掉两座 掉一座还有话说 勉勉强强 要打个 刷个眼还可以 他冲入三座塔都没了 那就别说什么刷眼了 那个道具等不费 好了 那开始仪师作队吧 两位仁兄 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休息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 掌握主动性的必要之处 看娃娃就掌握主动 然后现在就说 你们出个队子吧 然后自己就休息 那我来出第一个好不好 好呀 上路牛头中大嘴 你这就要出队 很公主 上路牛头中大嘴 这太扯了 前期不强中期废 虽然其实我觉得好像有点不符合事实 啊不对倒过来就可以 中期不强前期废 这样就可以 中期不强前期废 这个秘诀就是光速先把第二区对出来 迪勒就 迪勒就从 上路牛头中 多么公主 哎刚才 他妈对了一个 那么公主 对 真是公主 上路中 哦呦这里这里 这波打进去了 虽然隔着他 哇 自拉斯这一炮 然后打到三炮 还有一炮 谁打不到 有点功 中期 前期不强 中期不强 前期 中期不强 前期 哎呦 小火焰 耶 但这边 感觉要送一个 还好 有点 一个 先年 是这个 哇 连跳 二连杀 三连杀 没问题 三杀了 三杀 转头过去 直接破两路至少 破两 这个一波了吧 一波有点难 因为状态不好 因为黄子已经活了 黄子牛头都在 哎呦 这三人没兵线了 哎 这波已经可以逃了 很难打 一万的 不要走 还要对对 哎呦 炸回来 牛头开机 牛头已经急了 先Q再W 对 而且他 你知道他多尴尬 他先Q再W 然后手上的耀光 还在亮哦 表示他没有平A 多尴尬 我自己去拿 对 你自己去拿 不行 米勒全力运作 我们赶快解说一下 米勒右边 我这里觉得好热 你知道吗 那个 你散热系统 已经很好了 哇 这里 一判 哇 哇 nice 這下的預判R 漂亮 他知道你要飛 而且那個飛的軌道一旦起飛之後就不能改 他就沿著你的軌道往前R過去 兩下啾啾 你看 中期不強前期飛 後期遙遙無期 上路牛頭中大 前期不強 中期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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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飛 這個對死真難對 我又給兩位老師出了第一局 我瞬間接上 關鍵是我瞬間接上第二局還不到三秒 這個時候 狂送三大家之米妖花 居然到現在第三局都對不上來 給他一點時間 好誇張這個傷害 小炮真正強那就是中後接 他只要暴擊 暴出來 就真的強了 而且他攻速太快了 跳上來那一波的時候 噔噔噔 你等保證你挨他三炮一炮就暴擊 哇 直接一秒了 這你真榮花 老牛開著大招是很威風 看著威風時間也剩不到三秒 那邊暈下來打招要結束啦 老牛 跳一個閃線以後 Q把人頂進去 但裡面還是敵人比隊友多 這怎麼打 可拉斯上來 暈到了大嘴 哇塞 W帶Q W一球一套下去 瞬間大嘴買單 等一下 伊利真要拿下第二局了 第二局 由米妮起了勝利 1比1平手 而米妮還在思考 又被我說中了 1比1 arguably 那 第三局 3局由股指和米妮 秀 Mona 說實話 嗯 B